我老公出轨了 是闺蜜新赚去的那家医院里的女病人 和我老公剧烈运动导致的黄体破裂 大出血 我老公带着那个女人去医院 正好被闺蜜碰见了 而且还拍了照片给我 我看着手机里的照片一阵恍惚 我不相信 因为老公和我是大学里认识的 我们两个一直很恩爱 她不可能出轨 但闺蜜又不可能骗我 我鬼使神差的拨通了老公的号码 老公过了好一会儿了才接通 喂 宝宝 怎么了 我看了一眼天色 强压着心里的不安 问道 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公司临时通知开会 也不知道要开多久 你在公司 不然我还能在哪儿 恩 好吧 你早点回来 晚上要多注意安全 我强压着心中的怒气 用平时的口吻对老公说了一句 然后摁断了电话 她骗我 刚刚闺蜜拍照发给我 她明明在医院 她却说自己在公司开会 现在我确定了 她真的出轨了 我现在真的想哭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老公会背叛我 因为我们真的很相爱 相爱到 街坊四林都认为我们是模范夫妻 她家里不过是普通家庭 但是对我很好 所以当时结婚的时候 我没有要她一分钱的彩礼 不但如此 顾及到她的家庭 买不起房子 房子首付和装修都是我家里出的钱 写的老公的名字 除了这些 还有一件事情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 因为相爱 我在结婚后没多久便怀孕了 但是老公却已结婚后 我们什么都还没有为由 劝我将孩子打掉 我当时理解她的难处 把孩子打了 不过遭了报应 我也不能怀孕了 记得在得知这件事的时候 当时的她跪着跟我说 对不起我 对不起孩子 以后一定会加倍对我好的 这 就是加倍对我好 这一刻 我攥紧了拳头 蕊蕊 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人渣 不值得 我给你多搜几点证据 你好跟她离婚 打开手机 看着闺蜜新发来的信息 我淡淡地回了句 恩 蕊蕊 你没事吧 闺蜜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没事 真没事 怎么会没事 在得知老公出轨这件事情 我感觉天都塌了 我双手捧着手机 不住地颤抖 过了好一会儿才打出一串字 她不知道你刚转去那家医院 你千万别让她发现 记得多收集点照片 好 我看着闺蜜发来的照片 里面是我老公和那个女生亲戚我我的样子 我只觉得心中涌起强烈的恶心 这就是男人吗 在我面前装出一副虚伪恩爱的模样 然后和别的女生搞在一起 虚伪 恶心 想想这些年 自己为了她当起了全职主妇 为她照顾父母 但是她父母却老是以自己不能下单暗讽自己 我笑了 自己所做的一切 是多么的可笑啊 到了很晚 老公才从医院回来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躺在床上继续睡觉 不过老公却时不时地会偷偷出去打电话 不用说我也知道 她是打给那个女人 她好像很关心医院里的那个女人 隐隐约约之间 我还听到了她甜蜜蜜地叫那个女人为老婆 我心中冷笑 那个女人是你的老婆 那我是什么 我假装被吵醒 迷迷糊糊翻了翻身子 然后看下老公 老公 你回来了 宝宝 你怎么醒了 老公见我醒了 赶忙挂断了电话 你在跟谁打电话啊 一个男同事 处理一点公司的事情 我 听到老公的回复 我想到刚刚从她电话里听到的女人声音 心中仅存的一点幻想 也没有了 老公凑到床边来突然甜蜜蜜的问道 怎么醒了 是不是没有我在身边睡的不香 说着 她就要伸手过来摸我 我一把将她推开 老公似乎有些错愕 怎么了 今天有点不舒服 不舒服 老公表现出很关心我的样子 怎么回事 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林林不是在中医院吗 让她给你看看 林林就是我的闺蜜 之前的确是在中医院 不过现在赚去了那个女人所在的小医院 看来老公是记得我闺蜜在什么医院的 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老公不带那个女人去中医院这个大医院 而去闺蜜新赚去的那个小医院的原因 幸亏我没有将林林转到新医院的事情告诉老公 不然的话 我恐怕会一直被她蒙在鼓里 不用 就是太累了 这么大的家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我来处理 还有你妈 今天又跟我说什么养殖机都能下蛋 除非是公鸡 我装作是因为生起才不让她碰 其实不让她碰是因为心中对她的反感和恶心 我觉得她脏 听到这个 她的声音又柔糊了些许 宝宝 辛苦你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一辈子 这是我第一次对这个男人说的这句话生出了怀疑 对 一辈子 哪怕没有孩子 这话似乎是问到了她的心里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了 方才开口说道 没有孩子这件事也是因为我 你知道就好 我赌气似的回了一句 然后不再多说 闭上眼睛开始睡觉 其实通过这些天婆婆的表现 我也能够猜得出来她是因为什么而出轨 因为孩子 她现在工作稳定了 一直想要孩子 但是因为之前的错误 我已经不能生孩子了 第二天早上 闺蜜又发了一条消息给我 瑞瑞 我昨天晚上问了一下那个小三的主治医生 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那个小三在黄体破裂之前就怀孕了 得到这个消息 正好验证了我心中的猜想 此时我的内心已经没有什么波澜了 我知道了 卧槽 看着闺蜜突然给我发的这句话之后 便长时间没有了消息 我不由地问道 怎么了 等了很久 闺蜜才给我发来一段录音 录音里是我老公跟那个女人的声音 应该是闺蜜偷偷录的 老婆 你放心 我会对你和孩子好的 听到这句话 我只觉得一阵误寒 那个女人似乎并不买账 你什么时候跟你老婆离婚 然后娶我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你也知道她对我不错 这件事情的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来 这都过去多久了 你还要慢慢来 我本来就对不起她 那她能给你生孩子吗 说起这个 老公叹息了一声 爱 你别急啊 我知道这个 我已经让我妈多挖苦 她不能生孩子了 以她的性子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她就忍不了要主动跟我离婚了 到时候我就顺婆下礼跟她直接礼了 然后娶你 怎么样 这要多久 我保证 用不了多久的 停了这段录音 我不由地愣住了 这就是昨天晚上 在我耳边说要一辈子对我好的男人 我说 婆婆最近这些日子怎么动不动就会找我麻烦呢 原来都是你这个好老公搞的鬼 口秘附件 表面一套 暗地里一套 我差点要气疯了 离婚 这婚必须离 我现在恨不得立马打电话跟这个男人离婚 但是我忍住了 因为我不能这么简简单单的就跟他离婚 早上起来做早饭的时候 我做了三个人的早饭 因为老公需要忙事业 家里的公公婆婆年纪又大了 她就让我辞职回家照顾公公婆婆婆 所以平日里公公婆婆的一时起聚都由我来操办 和往常一样 做好了早饭之后 我就去叫公公婆婆过来吃饭 催什么催 天天早上催催催的 你看看现在才几点 你难道不知道老年人要多休息吗 也不知道我儿子娶了个什么东西 不能下蛋也就算了 也不会体贴人 我儿子真是倒霉 婆婆一边起床 嘴里一边骂我 过了好一会儿 才从房间里出来 我在房门外面听着婆婆说的这些难听的话 一直捏着拳头 一开始 为了老公 我对婆婆多有忍让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个笑话 原本一直对我体贴入微的老公 其实是装出来的 婆婆之所以会这么对我 也少不了我那个好老公在暗地里拱火 我现在恨不得冲进去把婆婆大吵一架 然后把她的嘴给撕烂 不过我忍住了 一声不吭地回到餐桌旁 婆婆没过多久也来到餐桌旁 她看了一眼面前的早饭 又开始挑我毛病 你今天做的是什么早饭 就小米粥 我抬起头来看着婆婆 没有说话 看什么看 你就给我们吃这个 婆婆瞪了我一眼 继续说道 你不知道老年人年纪大了要多补充一些营养吗 我儿子在外面幸幸苦苦赚了那么多钱 你就舍不得让我们老两口吃点好的 我 也是 你那些化妆品那么贵 花的都是我儿子的钱 那不得从我们老两口的伙食费里面扣吗 听着婆婆尖三刻薄的话 我还是没有吭声 我现在得忍 因为现在还不是跟他们撕破脸的时候 妈 你想吃什么 我明天早上给你做 哼 算你时去 我要喝老火汤 听到老火汤 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老火汤是熬煮时间较久的汤 需要三包四顿 最起码也得两个小时的时间 若是婆婆早上要喝了火汤 自己就得凌晨起来煲汤 这明摆着就是在为难自己 我好生劝道 妈 老火汤太油腻了 早上你们还是吃点清淡的好 见我不愿意早上起来给他熬汤 婆婆立马又大叫了起来 好啊 我儿子赚了那么多钱放在你那里 你竟然一点钱都舍不得拿出来孝敬婆婆 我真的倒霉催的啊 怎么就遇到你这么个儿媳妇啊 说着 婆婆便开始在桌子上撒起泼来 现在也就是社会好了 要是在以前 我一定让我儿子修了你 你看看你现在哪里有个儿媳妇的样子 我一下子攥紧了拳头 就要发火 行了老婆子 你少说两句吧 一直没有说话的公公似乎是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开口说道 少说什么 你让我少说什么 婆婆并不买账 她冲着公公喊道 你家养了只母鸡不下蛋 你还会让她一直在这里白吃白喝 公公向来都比较怕婆婆 见婆婆冲自己发火也不敢再多说话了 我知道婆婆是在指桑骂怀 说我不能生孩子 还在这里白吃白喝 我心中气急返校 我留在这里白吃白喝 这房子首付的钱是我家里出的 装修的钱也是我家里出的 这里是我的房子 就算你儿子后面帮着还了点月工 那也是我的房子 在我买的房子里面说我白吃白喝 你可真有脸啊 我没有当面跟婆婆起冲突 而是更加的坚定了我的决心 这一家人都有些不可理喻 我回到房间 稍微穿着打扮了一下 然后背上我的包 准备离开 坐在饭桌上吃饭的婆婆 见我要出门 不由的开口问道 你要去哪儿 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有必要穿成这样吗 说 你是不是要去勾引哪里的野男人了 听到婆婆张口就来的污蔑 我真的有些忍不了了 我王倩瑞不管怎么说 情敬恳恳 本本分分照顾你们二老这么些年 在你们眼里 我稍微打扮一下出门 就是出去勾引男人 我在你们两人眼里就是这样的人 婆婆没有说话 只是神情古怪的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就是这一眼 我懂了她的心思 好 我明白了 我的语气变冷 没有任何犹豫的推开房门 走了出去 王女士 您闺蜜拍的这些照片恐怕不足以证明您的先生会内出轨 离开了家 我冷静了很多 幸好我当时没有冲动 及时离开了家 不然我怕我会跟婆婆打起来 要是打了老人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而且 我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将自己搭进去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因为我没有必要用我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交一个只会撒泼的老妇人做人 我要用更高明的手段 我看着眼前的律师问道 那我要怎么做 您可以让她签下保证书或者回锅书 也可以通过录音记录她自己承认自己出轨 作为证据我皱了皱眉头 这些东西恐怕并不好搞 律师沉思片刻给我提了个建议 其实王女士 我还有一个建议 您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私家侦探 我想了想 点了点头 说道 我会考虑的 谢谢你 张律师 等到张律师离开后 我联系了一个私家侦探 让他们调查关于我老公出轨的事情 顺便收集了一些关于他出轨的证据 王女士 我提前跟您说好 我们收费可不便宜 我很爽快地说 钱不是问题 那好 私家侦探收的钱很贵 但是保证物超所值 我没有任何犹豫 给了定金 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 老公正坐在沙发上沉着脸 似乎是在等我 你去哪了 没等我开口说话 老公率先开口问道 我回应道 去闺蜜那里聊了话 天 顺便散散心 哪个闺蜜 林林 老公似乎不信 我妈说你打扮了一下 出去见男人去了 我笑了 在你眼里我真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你不是 但是 但是什么 我只是老公的眼睛 你是怀疑我会出轨 杨定南 我跟你同床共枕这么多年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真的一点都不了解 说起这句话的时候 我忽然 我忽然 恍惚了一下 想起老公出轨的事情 不由的自嘲的笑了笑 也是 就算是同床共枕这么多年 还真不见得能够了解 老公见我说的话莫名其妙 似乎想要说什么 不过被我打断了 我想睡觉了 说完 我自顾自的去洗了澡 然后回房间睡觉去了 老公似乎也意识到我真的生气了 赶忙过来哄我 不是给我添茶倒水 就是说些好听的话 想让我开心 要是以前 我还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姑娘 或许我就原谅她了 但是现在 我的心已经凉了 尤其是在看到眼前的老公 为了逗我上蹿下跳的虚伪模样 我只觉得十分的可笑 眼前这个男人 为什么会这么虚伪 明明已经不爱了 为什么还要做这些 快点睡觉吧 我出声说道 老公见我说话了 不由得惊喜地问道 那你原谅我了吗 我没有说话 老公又说 宝宝 我发现你最近变了 我还是没有说话 老公似乎是失去了耐心 有些烦躁地来到旁边 不再多说什么 然后躺在床上开始睡几觉来 听着耳畔传来的熟睡的呼吸声 我终于忍不住默默地哭了起来 这几天我一直在跟老公冷战 老公以为是因为他怀疑我出轨 所以觉得我小题大做 也就没有再哄我 这一天那个女人从医院出院了 替她办理退院手续正是我老公 从闺蜜那里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我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开始做早饭 只不过这一次我只做了自己的早饭 婆婆没过多久便起床了 她看到我独自一个人坐在饭桌上吃着早饭 也没有叫她 便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小蕊 我和你爸的早饭呢 我指了指厨房 没有说话 婆婆还以为早饭被放在厨房了 冷和一声没有多说什么便走进了厨房 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早饭 她气势汹汹地从厨房里冲了出来 她的语气中带着很明显的指责 我跟你爸的早饭呢 我淡定地吃完了自己的早饭 然后说道 厨房在哪儿 婆婆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找了 厨房里没有早饭 我抬起头来看着婆婆 开口说道 我的意思是 厨房就在哪边 你自己有手 你可以自己去做 你说什么 婆婆十分生气 我要动手做饭 还要你这个儿媳妇干什么 你就是这样伺候婆婆的 我亲妈我都没伺候 我伺候你 我淡定地回对了一句 不慌不忙地收拾起桌子上的盘子 晚了天了 晚了天了 婆婆听我说了这句话 有些抓狂 她想要冲过来抓住我跟我理论 但是我这一次并没有再惯着她 拿着碗的右手一松 啪的一声 手里的碗碟从手中滑落 直接砸在刚要冲过来的婆婆的脚边 碗碟摔成碎片 发出干脆的声响 婆婆被吓了一跳 向后嗦了嗦 我就这么淡定地站在原地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婆婆 你 你 婆婆似乎是被我冷淡的眼神给吓住了 站在原地张着嘴 指着我 半天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听闻动静的公公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当看到地上碎了一地的碗碟的时候 不由地变了变脸色 小蕊 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我根本不愿意再跟眼前的这一家人再多说任何一句话 扫了一眼地上被打碎的盘子 也不去清理 拿起准备好的包直接离开了这个家 你又要去哪儿 你是不是又去见什么野男人去了 王倩蕊 你个狐狸精 嗓女人 你走 你要是敢走出我们家的门 你就不要再回来 听着后面扑过歇斯底里的咆哮与辱骂 我心中只是冷笑 你们家的门 首付我付的 装修我们家出的 这凭什么就是你们家的门 别以为现在房本上写着你儿子的名字 就是你们家的门 咱们就看看 这房子到底是谁的 出了门 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 当时你给我买房子的转账记录还在吗 是小蕊啊 在的啊 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 妈 就是听人家说这东西有用 我提醒一下你要收好 可不能丢了 我不想让爸妈担心 所以撒了个荒 你放心 关于你的东西 我都收得挺好的 对了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了 回来看看你爸 你爸最近天天念叨你 说想你了 他还说你最喜欢吃他做的红烧鱼了 一直嚷嚷着要等你回来做给你吃 我一听 眼角一下子湿润了 妈 爸他身体不好 你让他多休息 我这阵子有点忙 等过两天就去看你们 好好好 得到了想要的答复之后 我又跟妈妈聊了一会儿家常 才挂电话朝着与私家侦探员约定好的咖啡馆走去 王女士 这是您先生出轨的照片以及证据 我从私家侦探那里接过资料 看了起来 发现我老公不仅仅是跟这个那个黄体破裂的女生在一起过 还有和其他的女生搞在一起过 而且这些资料里面有这些女生的详细信息 也就是说他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出轨了 看到这些材料 原本我以为已经千疮百孔的心在也不会有任何的波澜 但是心头还是忍不住有一股怒火窜出 要是只有这些 还算不上无超所值的 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看向眼前的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笑了笑 又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件 对我说道 这里面有您的先生与一个名叫林雪儿的女人与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相关证据 只要您找个厉害点的律师 判个重婚罪 不是问题 我接过私家侦探递过来的文件 仔细看了一遍 这些证据 确实够了 王女士 您看那个尾款 不会少你们的 我确认无误之后 十分爽快地接了尾款 看着眼前的证据 我的计划逐渐浮现在心头 我掐着时间 给老公打了个电话 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怎么了 出来一起吃个饭 老公似乎有些意外 怎么突然想起来一起吃饭了 有些事情想要跟你说 老公还以为是为了解决这些日子冷战的事情 不由得笑道 都老夫老妻了 上次的事情回家说说就行了 我再给你道个歉吗 我不该误会你 还用得着单独出去吃饭吗 行吧 你说个时间 我下班就过去 好 我挂断了电话 然后给老公发了个餐厅的位置 约定在他下班后去吃饭 在他没有下班的这段时间 我打算去做一件事情 我从私家侦探给的资料里找到了那个黄体破裂的女人的家庭住址 打了个车 我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家 我确认了一下地址无误之后 按响了门铃 谁啊 不多时 房门被打开了 一个浑身乱糟糟的女生手里拿着一袋零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她看了我一眼 似乎有些疑惑 你是谁啊 我扫了一眼房间里面 也是乱糟糟的 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杨定男会看上这样的女人 你就是林雪儿 我就是 我自报家门 我叫王倩蕊 是杨定男的现任老婆 林雪儿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说道 你不用管我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就是想问问 你是怎么愿意当小三的 你说谁是小三 林雪儿眼尖被正方找上门来 还被我指着鼻子骂小三 顿时就怒了 你这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有什么资格说我是小三 她的一声 我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你说谁是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林雪儿似乎并没有想到我会直接动手 你 就是你 你生不了孩子 就是一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没等她把话说完 我抬手又给了她一巴掌 然后淡淡地说道 来 再说一遍 不会下蛋 她的一声 我又给了她一巴掌 这一次 林雪儿被我给抽猛了 不过她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拿着手中的零食袋就要朝着我的脸上丢来 但是我却不仅不慢地开口说道 你知道重婚罪吗 要坐牢的那种 林雪儿又一次证住了 我缓缓地将备份好的一份资料递给眼前的林雪儿 说道 这里是你和杨定南犯了重婚罪的证据 要看吗 林雪儿一把将其夺了过来 然后开始翻阅 在她看材料的时候 我继续说道 有了这些 我完全可以送你们两个去坐牢 林雪儿毕竟是个小姑娘 随便下两句便不行了 在听完我说的这句话之后 两腿一软 直接跌倒在地 她看着我哭丧着脸开始求我 姐 你千万别让我去坐牢啊 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毁了 我不跟你抢杨定南了 我发誓 以后我一定离她远远的 不 我摇了摇头 对林雪儿说道 我不是来跟你巧杨定南的 她不配 今天我就会跟她离婚 我过来找你 就是想看看杨定南在外面找了个什么样的女人 那杨定南 你要是舍不得 那就留给你怎么样 我看了一眼眼前的林雪儿 还有她身后脏漫的屋子 甩下这句话之后 转身便离开了 晚上 我率先来到了提前订好的餐位 等了十几分钟 杨定南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束花 走了过来 老婆 好久没有给你买花了 这是我在路上给你挑的花 谢谢 我十分客气地收下了杨定南收下的花束 然后等待着杨定南落座 怎么还是这么冷淡 开心点吗 你今天想吃什么 我来请客 先不着急吃饭 我从包里取出一份离婚协议 递给了杨定南 说道 你先看看这个 如果没有问题 就签了吧 这是什么 杨定南疑惑地接过离婚协议 看了一眼 眉头不由的一皱 他拿着文件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要跟我离婚 不错 而且你看得仔细点 你必须得静身出户 王倩蕊 你疯了吧 杨定南看着眼前的我 一副才认识我的样子 你要跟我离婚 还要让我静身出户 凭什么 我又拿出从斯家侦探那里得到的杨定南出轨的证据 然后递给了他 这些都是你出轨的证据 你要看吗 杨定南接过证据看了起来 脸色越看越难看 你从哪里来的 我此时没有任何想要跟他解释的欲望 只是说道 离婚吧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从大学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犯了这么个错误 你就要跟我离婚 宝宝 你舍得吗 看到杨定南一副深情的模样 我心里只觉得恶心 跟我离婚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 好跟林雪儿结婚吗 他不是还怀了你的孩子 宝宝 我跟他在一起 只是为了孩子 我其实喜欢一直都是你 我说跟他结婚 只是为了稳住他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 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 那正好 以后我们把孩子从他那里买下来 反正他喜欢钱 只要给钱 买孩子不是问题 到时候我们一起将孩子养大 孩子叫你妈 叫我爸 就是你我的亲孩子 听了杨定南的这番话 我只想坐楼 我拿起桌子上的一杯水泼在他脸上 杨定南 你又一次让我看到了你的卑劣 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 才会看上你 宝宝 别叫我宝宝 我觉得恶心 杨定南愣了片刻 直呼我的大名问道 王建瑞 你真的铁了心要跟我离婚了 没错 杨定南见已经撕破脸 索性也就不装了 他往身后的椅子上一口 说道 离婚可以 净身出户不可能 不 你必须净身出户 杨定南忽然笑了 你应该懂点法律 别在家里当了几年家庭主妇 把脑子都当傻了 就算我出轨了 法律也不会判我净身出户 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吗 我说 当时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是说过 要是婚内出轨 会自觉净身出户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王建瑞 我劝你现实一点 就算我说过这话又怎么样 当时谈恋爱说的那些哄你的话能做数吗 所以说 你说的那些话 都是在哄我 我也没有指望他会履行当年的承诺 而是将另一份资料拿出来递给杨定南 说道 这份资料你好好看看 这又是什么 这是你跟林雪儿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 适时婚姻的证据 杨定南脸色一变 你想干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重婚罪 我轻飘飘地指了指杨定南手中的手机 然后说道 你要是不了解 现在可以上网查一查 看一看这些足不足以让你以重婚罪判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指着他 只有一个要求 你 净身出户 王建瑞 你这是在逼我 看着杨定南咬牙切齿的模样 我心中格外的舒畅 看在这么些年的夫妻情谊 我给你做出选择的机会 在坐牢和一半财产之间 杨定南最终做出了选择 是不是我签了这份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 你就不让我坐牢 我点了点头 好 我签 看到杨定南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之后 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没有继续留下来吃饭 而是接过离婚协议书 拿起包便离开了餐厅 现在 要去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了 回到家中 首先迎来的便是婆婆劈头盖脸的谩骂 小贱人 你死哪儿去了 你还知道回来 婆婆冲到我的面前 指着我的鼻子 凶狠狠地继续骂道 我一定要儿子跟你离婚 你不首富道 这么晚才回来 你一定是去陪哪个野男人去了 我刚刚就跟你儿子在一起 怎么 你儿子是野男人 婆婆突然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我没有再继续理会这个婆婆 而是侧过身 对着身后提前叫来的警察说道 警察同志 我家里来了个发疯的疯婆子 麻烦你们把他给带走 婆婆先是一愣 当看到我身后确实出现了几个警察的时候 瞬间反应了过来 小贱人 你说什么 你说我是疯婆子 还让警察来抓我 我可是你妈 这些警察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他们站在原地 似乎是看出来了什么 不由得有些犹豫 王女士 你们这个要是家事的话 最好自己协调处理 你也知道 我们人民警察是很忙的 不是家事 是这个人在我家里闹事 我一边说着一边掏出离婚协议地给警察同志 然后说道 这个人之前确实是我婆婆 但是我已经跟他儿子离婚了 从现在开始 他已经不是我的婆婆了 离婚了 婆婆就像是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样 脸色顿时浮现出一抹喜色 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要被我赶出家门这件事 不错 我看着眼前的婆婆淡淡地说道 所以从现在开始 这里是我的房子 你们没有居住权 作为房子的主人 我有权让你们离开 我把我的房子这四个字要得特别重 什么你的房子 婆婆终于反映了过来 这是我儿子房子 房本上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 这是我儿子的家 你没有资格赶我们走 我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步 冷笑一声 然后对着警察同志说 警察同志 这房子名义上确实是我前夫的 不过 这房子实际上一直都是我的 你们看 这里是我父母买这套房子的流水记录 而且 我前夫签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 这房子从之前到现在 实际上一直都是我的 我摆出了所有的证据 都证明这个房子 是我的 哪怕房本上没有写上我的名字 我瞥了一眼身旁的婆婆 继续说道 警察同志 我不想再看到一个只会撒泼的疯女人在我家中了 请你们让她离开 小贱人 你放屁 听到从我口中说出她儿子净身出户这件事情 婆婆似乎并不愿意相信 房本上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 这房子就是我们的 我儿子怎么可能净身出户 你撒谎 家里的吵闹很早便引来了一群邻居的旁观 不过我并不在意 只是催促了一句 警察同志 麻烦你们了 警察犹豫了一会儿 想要劝说 王女士 老话说 原家遗解不遗解 毕竟她也是你之前的婆婆 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了 让她们走 谁知婆婆直接甩赖皮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 我不走 这里是我家 我就在这里 谁也别想让我走 就在这时 杨定南终于从餐厅那边匆匆赶了回来 当她看到眼前这一幕的时候 直接红了眼 她冲上前来 指着我吼道 王倩蕊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吗 你这是要干什么 婆婆见到自己儿子来了 就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样 儿子 你回来了 这个贱女人要抢我们房子 还要赶我们走 你快跟警察同志说 这房子是我们的 我们也不走 我对杨定南对我的怒吼不为所动 只是声音平淡地说道 你来得正好 你妈爱在这里不肯走 你跟她好好说清楚 这里是我的房子 跟你们杨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说清楚后赶紧带着你爸妈离开这里 杨定南继续冲我吼 那你有必要当这这么多人的面 让我爸妈难堪吗 你让我父母以后怎么在这里做人 我的语气依旧很冷 这里的房子以后不会让你们回来了 放心 你们不用在这里继续做人 杨定南大怒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人吗 我看着杨定南的眼睛 说道 杨定南 我从来都没有逼过你们 一直你们一家人在逼我 你个小贱人 都是你 明明就是你一直在逼我们 此时此刻 婆婆还想着倒打一耙 不过 无所谓了 我对这家人早已经完全死心了 警察同志 麻烦你们将这个疯婆子带走 我不走 我不走 婆婆摆明了要耍无赖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走进婆婆所在房间 将婆婆的东西胡乱装进一个袋子里 直接丢出了房门 你要干什么 杨定南看到我的座位 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冲上前来 举着拳头就要打我 好在身旁的那群警察眼疾手快 直接将其摁在地上 并且警告道 这位先生 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你涉嫌故意伤人 我们已经将你勤拿 了解到没有 杨定南一家人最终都被警察带走了 事后我也没有选择接手房子并且在这里生活 而是将房子卖了出去 然后拿着钱陪陪父母 又出去旅游了一段时间 直到后来连累联系我 我才知道杨定南之后的事情 听说林雪儿的父母直到自己的女儿怀孕了之后 以肚子里的孩子要挟杨定南拿出一百万彩礼 要是拿不出来 就要把孩子打掉 可杨定南净身出户之后 哪里拿得出来一百万 最终林雪儿把孩子给打了 知道这件事情真是吓死我了 蕊蕊 你说杨定南他不就是为了个孩子吗 现在好了 家也没了 孩子也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 真是罪有应得 对了 蕊蕊 你现在在哪呢 在拉萨看日出呢 我拿起手机 拍了张自拍 然后给闺蜜发了过去 照片里的我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后面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